你好 欢迎收看4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带您来看到花莲县第61届国民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在东华大学创新研究园区体育馆盛大举行 花莲县长徐珍为在教育处副处长翁淑敏的陪同下出席 共赏学子激荡碰撞的成果 有花莲东华副小拿下国小组团体奖第一名的荣誉 包括国小组数学组 国小化学组四组参赛作品 接拿到第一名 成绩可说是相当亮眼 花莲县第61届国民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并且在东华大学创新研究园区体育馆盛大举行 科长将参赛作品区分为七大领域 分配为数学科 物理科 化学科 生物科 地球科学科 生活以及应用科学科 共计14名各领域专家学者担任品生委员 评分预计参赛作品的书面资料作为出审 并且包括学生现场口头简报以及实际作品的呈现 而东华副小拿下国小组团体奖第一名的荣誉 包括国小数学组 国小化学组 四组参赛作品结尾第一名 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亮眼 知道老师陈永青和李欣杰也说明如何启发学生们的创造力 我们都是需要他们自己去发掘 生活中发掘问题 所以他们是觉得说 我们是做平衡鸟 他们是利用废弃的纸张 然后呢想说做一些利用 他们从平衡鸟当中去发现 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为什么纸张大一点呢 可以折出来的鸟 它呢平衡的状况就比较好 所以我们是从这样去发想 让孩子开始从不同的长度折好之后呢 然后在不同的长度 他们从角度上去找 那我们的数学的问题延伸呢 就是去找出他们之间的一个规律变化 那孩子呢一开始也是很有兴趣 但是慢慢他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 要去找规则 也会遇到瓶颈 那我们老师也是鼓励他们呢 在从这当中 不知道怎么去突破的时候 那我们再去寻求一些数学的方法 我们的发现其实是从日常生活中发起这样子 因为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好玩的数学 那我们这一次做的主题是利用废弃的影印子 然后折出一只可以站立的平衡鸟 然后再依序剪短它的翅膀 看看它的斜角变化 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透过这样的体验当中啊 从生活中发现数学的热趣 然后将来也会更喜欢数学 自主获奖的学生们则是相当的开心 获得第一名的殊荣 对学学的过程和经验则是收获满满 虽然只有我们一组比赛 但是我觉得啊 我们还是是有资格拿到第一名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不管是知识方面 还是友情方面 还是研究方面都让我们收获到了很多知识 在这个研究中呢 我们是得了好成绩 要感谢老师的教导 还有我们每位团员的信心与努力 虽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挫折 但是我们还是努力产出了这个研究 有很高兴 有我很高兴得了这个好成绩 这个比赛只有我们这一组 可是我仍然很开心 这次比赛中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因为其实这种比赛的机会是很少的 所以我还是想要感谢老师的教导 与每位团员的陪伴与努力 现在许总要表示 花园县政府积极推动智慧科技教育 领先全国百分之百全面推动 并且落实城市教育 透过基础教育 培养孩子们城市设计的能力 用教育帮助孩子们的未来 用教育留作花园人才 更用教育留作花园未来人口的红利 让台湾的孩子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记得终于花园视频道